一部影片中 整理人的香港人 那是香港人 一些香港人 那是香港人 一些香港人 以前那些人想說我來控制 這對中國人是這樣的 我是控制但是本來自己心裡是空虛 在這裡跟他們做的大家都回家 所以我們都是這樣 跟平和 他們像我九歲 就每個人跳舞 就喝酒 就做好這樣 如果我政治上面有一個 我非常喜愛我非常欺慕我非常欣賞的 一條路線那個叫做台灣獨立 但是我現在出現另外 我自己生命中出現另外一個東西 然後那個我也覺得很好 那個東西叫做社會主義 所以我就去我們學校裡面的亞洲圖書館裡面找書 結果就被我找到一本小小的書 我們就是 此名的四百年史 英文減一百 我給我心裡發生 多難いて 你忍不貴 甚麼人 你同學 好吃 我青年 陳尹明 君 有牛仔衣的感覺 這個是跟我們革命兩個字它的底紋 這是配合法律上的Style 那我也戴了一筆帽子今天開始跨入影視界 當然是半開玩笑 我想今天這部片是我2005年我在擔任新聞局長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的偶像劇其實非常盛行 但是我自己一直覺得我心目中有我的台灣偶像 她不是俊男美女 而是她真正一生她的事蹟她的努力她的奮鬥 能夠帶給台灣不斷在這個歷史的洪流裡面 不斷的向前邁進捲起蜂巢 然後留下很多的事蹟足供我們後人學習跟讚揚 那所以2005年我許下了這樣的一個心願 我要拍一系列的台灣偶像劇 那在我們在場其實也有媒體朋友 在上次蔡瑞月舞蹈社在史明的人生舞劇演出的時候 結果探尋之下那一天好像歐利桑的紀錄片 好像大家都沒有整合出來 於是那天我們就決定著手 然後邀請了陳立貴導演 事實上她付出最多的心力 因為我們把目標定下來 那我去募款 其實募款應該比她做的事情應該是 雖然也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應該比她簡單很多 簡單很多 所以這部片歷經過兩年 長期的努力 各界人士的幫忙協助 甚至遠赴美國、日本 那這樣終於完成 那完成之後我也非常感謝 我們過去電影圈的一些好朋友 協助我們 這部片在228的檔期 也就是2月26號農曆年過後的第一個檔期 那會在包括這個信義威秀 信義威秀以及喜滿客以及曾善美 在全國五個城市上映 那我想就紀錄片來講 或者是以這樣為主題的 過去常常會被認為是非主流的 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那能夠登上 我們台北市最流行 最時尚的信義威秀 也能夠登上最商業主流的 這個電影院線 我想也是一個台灣文化界 或者是這個電影界 它的一個重大的突破 那我希望說這部片 這個陳立貴導演過去的努力 史明先生他過去的對台灣一生的付出 能夠讓很多人都到電影院來支持這部電影 那我也希望這部電影如果有一點點票房的收入 我們未來能夠再投入第二部 我心目中的第二部台灣偶像劇 我已經聯絡過了 我們會鎖定彭銘銘先生 就是第二位 他為台灣付出的這個我認為心目中的英雄 那當然還有後續也不限定男性 還有很多 那大家也可以提供寶貴的意見 以上謝謝 首先我必須說這部影片非常非常的重 對我而言 那他非常的重 不是因為說我自己拍的部分量 而是說我們這部影片實在是承載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熱情在這裡面 所以他絕對不是說是個人或是一個團隊的奴隸而已 協助我們的人包括在美國海外的同鄉 在日本海外的同鄉 還有在台灣的很多的奴隸上的粉絲 他們都非常無私的把他們的過去所拍攝過的資料影像照片等等 投入到我們這個影片裡 還有包括音樂的 所以其實因為這個影片承載了這麼多人的熱情 所以在製作的時候其實也是壓力的特別的大 非得做好不可 這樣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這樣 那自己是不是好 可能要有待大家的公平這樣 那我首先必須要向歐里桑跟製作人告白 就是說其實當2013年製作人 在春天的時候製作人請我來拍歐里桑的紀錄片的時候 那時候我以為我早已熟知歐里桑 可是後來一拍拍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那真是一個非常 是一個驚奇證明可以說的驚嘆號連連這樣子 首先我本來以為歐里桑他是一個 尤其是歐里桑跟他的獨裁會 我會覺得說我上有一層造了一層神秘的面上 好像不太容易親近 可是當我一開始接受歐里桑 然後取得歐里桑的認可說 可以拍歐里桑的紀錄片的時候 歐里桑就完全把他的生活對我開放 我們甚至可以進他的臥室裡面去飯箱倒櫃 阿丁甚至打開他的衣櫃 讓我們看到他 他全部的那個牛仔衣跟牛仔褲這樣子 全部清一色的衣服 讓我們了解說為什麼歐里桑他的穿著都是這樣 然後甚至我覺得歐里桑在整個過程中 他最常對我講的一句話是說 你什麼都可以問 然後你什麼都可以說 好的也可以說 壞的也可以說 本來我一直覺得 我想許多紀錄片工作的人都會覺得 就是說拍活人 拍以過世的人會比拍還在世的人要容易 因為以過世的人沒有發言權 沒有話語權所以會隨便我們詮釋 可是那個還在世的人通常會對自己的行銷 會有很多的意見 但是歐里桑他完全例外 他非常的大方 他對我們在拍攝過程中完完全全的沒有干涉 完全尊重我們的拍攝我們的詮釋 甚至到我們影片完成歐里桑也完全的尊重 這也是我其實我非常的感謝歐里桑跟我們的製作員 那就是說我不想整個過程中其實我不想去造神 那我想要呈現的其實只是 我覺得歐里桑非常迷人的是 他在一個衰老的軀體中 然後呈現呈載的那個永不衰老的那個靈魂 其實是在過程中深深吸引我的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革命家的容顏這樣 那至於我是不是呈現到了 我想說請大家看了影片之後 在自己做評断 謝謝 因為我做黨史緣的這個靈魂 我出來就說想不到我一生有這種的理髏 因為呢 那天白的也知道 我以前的年輕時代 就是空虛 才去中間的 你說世界極限 但是看中間的世界極限 都完全是豪潮的東西 所以我在回來台灣 那時候那時候就是 以前我從不太知道這個力士 還在研究這個力士 根本就是知道 我們台灣人 有一個獨特的一個我們的生活 獨特的一個文化 所以我就想說 台灣這樣我們就導致起來 台灣才會的信念 現在呢 進步啦 後來才會進步啦 後來就這樣想 這次我就是跟 丹少爺丹 丹少爺丹 丹少爺 他 他又不但台灣的文化 他在社群文化上 每個人都真有報導的了解 所以說了我們 如果大家不知道 道具 在這個經驗下 我出來突然聽書說 這個謠心的 那時候要付出一切 來 來來跟他做這個鴨瓶 我在那時候聽到 時代文老師 說 我以前 我以前 那時候 在那時候 那個 光浮いて 一個 場面 啊 那時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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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 那時候 看來我 我和相識的事情 我看家庭 我知道的事了 甩命的事了 感謝 有什麼感覺 我愛前說的是 你戀愛多久了? 你跟那個小姐戀愛多久了? 你那個事情喔 那個事情的時候 怎麼說出來的 1946 跟1963 阿伯啊?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剛才在中間 兩人在台灣 在台灣 現在 國民黨要知道 我才先走去日本 一隻飛機去 人家說一隻飛機 我是一隻潛水艇去日本 在日本還要做好 所以我就在那裡 去做一個 排灘子 為了 生化 和運動的事情 那時候 不只探錢 我錢都在台南回來了 在這個情形 那時候 我們是在自己的將來 有很多的不安 和以前看的 中國和台灣 不好 所以說 他做這個事情 不是說 兩個人有什麼情節 他跟他說 我從常來 我不要這樣 他說 這樣喔 沒有辦法 我們分開 是這樣分開 出來 分開之後 就沒有連絡了嗎 連絡 你說連絡的意思 既然是有啦 所謂連絡是沒有啦 你會痛苦嗎 蛤 會不甘嗎 這個問題 我的人生裡面 說起來 不是說 頭一個問題 你還沒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大家好 您的